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蓮友 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還是繼續學習 《阿彌陀經關於佛光的經文》 今天是跟主持的解釋 一起來學習 先來讀一遍 《善導大師》就解釋 《阿彌陀經》裡面講到的 《彌陀無量光 造十方無所障礙》 唯一的目的就是 社區不捨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念佛人 這裡的《為》是我們要值得注意的 因為《為》就是唯一 也就是說 阿彌陀佛的佛光 它唯一的功能就是為了放光 攝取念佛人 所以今天 如果說有難為眾生念佛以後 沒有被阿彌陀佛照顧攝取的話 那阿彌陀佛的佛光 其實就沒有用了 為什麼? 就好像我們講這個手電筒一樣 各位 手電筒之所以叫手電筒 是為什麼呢? 請問手電筒可以做什麼? 手電筒可以造東西嗎?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手電筒完全不能造東西 完全沒有光 那請問還能夠叫手電筒嗎? 那不行啦 手電筒唯一主要的功能 配上手電筒三個字的 就是因為它有光 可以發亮 照東西 如果沒有這個功能 那等於手電筒就完全沒有用了 相同的 阿彌陀佛的無量光是所謂存在 就是因為可以放光攝取念佛人 如果我們念佛沒有佛光攝取的話 那阿彌陀佛的佛光也就是失去它的意義了 所以我們念佛一定是有阿彌陀佛佛光攝取的 好像在舞台上唱歌 你看那些聚光的那spotlight打在我們身上一樣 這古大德偶義大師曾經說過一個故事 在那個時候 有兩個好朋友 他一起出去外面做生意 結果沒有想到 其中一位突然在路途當中就病死了 那另外一位好朋友就將他埋葬起來 然後把身上剩下來的錢 帶回去給這位死去朋友 還在時的太太 就告訴那位太太說 很不幸的 你先生跟我出去的半路 突然就生病 死去了 那結果沒有想到 這位太太不領情 她就懷疑說 欸?我的先生跟你出去做生意 突然就死了 結果剩下的錢就是這些一點點而已 各位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哇 這個時代我們講好人難做啊 明明幫你死去的先生埋葬好 還好心把剩下的錢帶回來 結果 你還懷疑我是謀財害命 懷疑我撕吞你先生的錢 那這個真的是夠冤枉的 所以有一句話說 做好事容易啊 但是做了好事 還要被懷疑繼續做 這個就不容易了 這個朋友就這樣子被冤枉很不舒服 而且也就只有他們兩個人一起出去做生意 所以這個事情也就他們兩個人知道 就找不到第三人要作證證明什麼清白的 所以他就是跑去死去朋友的墳墓前恕苦啊 他說 你看啊 你看啊 我好心啊 把你拿錢拿回去 還被你的家人冤枉 就在他那位死朋友的墳墓前恕苦 那結果 恕苦到一半 沒有想到 那個死去的朋友竟然變成鬼跳出來了 所以各位以後不可以隨便到人家的墳墓前面的亂投樹的 就隨時不知道有什麼東西會跳出來啊 不過生前他們是非常好的朋友啦 所以當他看到他這位已經變成鬼的朋友 其實他也沒有嚇到 那鬼朋友也是很有義氣 他就說 你不要傷心了啦 我跟你回家 跟我的老婆說清楚就好了 所以兩個人 也不能說是兩個人 而是 一人一鬼 就一起回去了 結果 在半路當中 突然遇到緊急的事 這個人 他一急 馬上就喊出佛號 我們講的 臨時怎麼樣? 抱佛腳啊 為事不念佛 有事有威脅 突然才想到佛號 結果更沒有想到的是 他這一念佛 就有一道強烈的光明出現 那位鬼朋友看到 就後退三分 他馬上大喊說 你為什麼放光呢? 你為什麼放光呢? 那個人聽到 其實他也不清楚 因為他自己是沒有看到什麼放光不放光的 是這位鬼朋友才看到念佛放光而已 所以 這位鬼朋友就說了 你就是念一句佛號 身上就發出來五種顏色的光明 所以 我還是自己回去跟我太太說清楚好了 我不要跟您一起回去了 所以你看 這個鬼朋友也是傻乎乎的 你現在有佛光保護 你不要一起走 你要走的自己的鬼路 偶遇大師說 這個故事 其實它是讓我們知道 我們念佛 確實是有阿彌陀佛佛光攝取的 我們看 這個故事 它是在走路當中 遇到什麼緊急的事 才來念佛的 也就是說 其實這個人 他平常是不念佛的 那就像一般人一樣 可能遇到緊急啦 要被車窗啦 才念出佛號的那一種 就是屬於臨時抱佛腳的 那就算他是臨時抱佛腳的也好 結果一念佛 身上還是大放光明 所以各位 你聽到這裡還不念佛嗎? 你念了佛 就咻咻 就放光了 當然 我說咻咻 是開玩笑的啦 阿彌陀佛的佛光 是變法界無量光的 才不是像我們這一種 修小小的光而已 至於說 我們看不看得到 念佛有放光 有佛光 都不要緊 因為你看 剛才那個人其實他也是看不到的嘛 也只有他的鬼朋友能夠看得到而已 但是 念了佛 照樣還是有佛光 所以 阿彌陀佛的佛光就是這樣 阿彌陀佛的無量光 它並不是用來擺設的 它也不是說 是給我們來做文章 淡淡解釋的 它也不是說 只是給我們來讚嘆的 阿彌陀佛的無量光 是哪來做什麼呢? 阿彌陀佛的佛光 就是拿來攝取我們念佛的人 按善吾大師說的 比佛光明無量 造實方國 無所障礙 為觀念佛眾生 攝取不捨 顧名阿彌陀 這才是唯一的根本 但是 這裡有一個問題啦 為什麼 阿彌陀佛的佛光只有攝取念佛 不攝取雜行的人呢? 這是當時 有人問善導大師的一個問題 就是明明 佛門裡面 除了念佛以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修行方法啊 譬如說 我們講 持咒 打坐 八觀摘戒 三符 六度萬行等等的 都可以拿來回向極樂世界 但是 為什麼阿彌陀佛偏偏只有放光 攝取念南無阿彌陀佛的人呢? 各位 這是很特別的 阿彌陀佛就說 念佛眾生 攝取不捨 你看 念佛眾生 攝取不捨 他就沒有說 大悲咒 攝取不捨嗎? 他也沒有說 八觀摘戒 攝取不捨啊? 他也沒有說 三符 六度 攝取不捨啊? 就只有說 念佛眾生 攝取不捨 所以看到的人 他當然就是很好奇 到底怎麼回事了 所以當時 有人就是這樣問善導大師的 我讀一遍 問曰 就阿彌陀佛的佛光 只有攝取念佛人 不攝取其他法門修行的人 到底是為什麼呢? 那善導大師進一步就解釋了 一名輕援 二名淨援 三名真上援 至於重行 雖明是善 若比念佛者 全非比教也 事故諸經中 處處廣佔 念佛功能 那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念佛人跟阿彌陀佛很親 修其他的人 反而跟阿彌陀佛很疏遠 為什麼? 因為南無阿彌陀佛 其實是阿彌陀佛本體的佛號 所以你念佛 就能感應阿彌陀佛 而其他的就不是了 今天如果說你是念其他經咒的 你能夠感通阿彌陀佛嗎? 像南傳的佛教 整天念很多經咒的 請問他們能夠感應阿彌陀佛嗎? 當然不行啊 所以當然 念南無阿彌陀佛的眾生 就跟阿彌陀佛 他是特別的親 這可以說 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事情 各位 我們想想看 如果今天 我們有兩個朋友 一個 你是一年365天 每天都在聯繫的 那另外一個 你是一年才會聯繫一次 那請問 現在你是跟哪位朋友比較親嗎? 當然是常常聯繫的那一位嘛 對不對? 是啊 所以道理是相通的啊 我每天 如果說 現在你是專念南無阿彌陀佛 你不東修西修了 你早上起來也是念佛 晚上睡覺之前也念佛 你有危險的時候 也是念南無阿彌陀佛 沒危險 平常的時候 你也是念佛 要求世間福報 你也念 往生淨土 也念 這樣 你是跟阿彌陀佛常常聯繫 而且你跟阿彌陀佛是專聯繫 當然你跟阿彌陀佛就很親 我們跟阿彌陀佛很親 所以 阿彌陀佛的佛光自然對我們很照顧 攝取不捨 所以阿彌陀佛對我們這些念佛人 攝取不捨也是正常的啊 就好像說 你現在跟父母一起住 當然跟父母就很親近 那親近過後 爸爸媽媽會多照顧我們 方方面面也是自然的事情嘛 因為關係本來就很親啊 但是各位 如果今天整天東修西修的人 就不是這樣了 他一下子可能要遞藏吧? 一下子又要要師佛 一下子又是什麼法王? 一下子又是什麼大悲咒? 你這樣修法 又怎麼能夠跟阿彌陀佛很親呢? 好像一個孩子 他整天不回家 那肯定他跟他家人 跟父母的關係 是很疏遠的 對不對? 是啊 所以整天喜歡東修西修的人 不願意專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的人 那怎麼會跟阿彌陀佛很親呢? 那怎麼會得到阿彌陀佛的攝取不捨呢? 那聽到這裡 東修西修的人 可能心裡不服氣啦 還會說 阿彌陀佛偏信 阿彌陀佛只照顧念佛人 不照顧他 這句話好像在說 一個離家出走的孩子 就怪他爸爸 為什麼你沒有煮飯給我吃呢? 爸爸就說 孩子啊 只要你回家 我天天煮飯給你吃 結果 這個孩子就發脾氣了 就說 我騙不回家 但是怎麼你不煮飯給我吃呢? 那你不回家 我怎麼煮飯給你吃呢? 是不是? 所以各位 相同的道理 阿彌陀佛是光明變造十方世界 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是唯有念佛門光攝的 就是有念佛 才會有佛光攝取 其他是沒有的 結果 你還說 阿彌陀佛偏心不照其他的人 好像不回家的人 但是又朝爸爸沒有煮飯給他吃一樣 就是沒有道理 無理取鬧 既然你要阿彌陀佛無亮光攝取 那你就是念佛嘛 你專業念佛 不東修西修 自然跟阿彌陀佛心心相應 自然跟阿彌陀佛很親 自然就會有佛光攝取不捨 再來 相同大師說 第二個原因 念佛人之所以有阿彌陀佛佛光攝取不捨 就是因為念佛人跟阿彌陀佛很親近 很靠近 東修西修的人反而距離跟阿彌陀佛很遙遠 這是要講到回向不回向的問題了 就念佛的本身 其實是不用回向的 各位聽清楚 念佛本身是不用經過回向的 因為相同大師說 阿彌陀佛是隨著我們佛號的聲音而出現 就是我們一念佛 阿彌陀佛當下 其實就是現前了 所以念佛 不用回向 就是這樣 好像說 我們今天叫某某朋友一樣 我們叫小明 小明就過來了 你叫小花 小花就來了 那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到了 這是讓我們感覺到 阿彌陀佛很親近 很靠近 不是像其他法門所講的 什麼喊破喉嚨也枉然啊 各位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別的法門 就是說你念佛念到喉嚨破 都沒有用 這句話 你千萬千萬不要拿來念佛這裡啊 因為這句話並不是淨土宗的 先不講什麼理論 我們先講一個邏輯 各位 如果今天我們把我們的喉嚨都喊破了 阿彌陀佛都不回應我們的話 那我們想 阿彌陀佛應該是很討厭你才對 是不是? 要不然 怎麼喊破喉嚨 阿彌陀佛都不會來呢? 各位 我們現在一打電話 朋友就應了 結果 我們念佛念到喉嚨破了 聲音殺掉了 從此 再也講不出話來了 但是 阿彌陀佛都不會回應 哇 那我們想 阿彌陀佛應該是非常討厭 眾生才是啊 要不然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 講什麼喊破喉嚨也枉然這句話 用在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的阿彌陀佛身上 明顯是錯的 你看 善偶大師說的 阿彌陀佛則是應念現在目前 應生而現 歐毅大師也說過 無論專心閃心 生生滅罪八十億劫 就是說 我們什麼時候念佛 阿彌陀佛什麼時候就當下現前 因為 南無阿彌陀佛就是阿彌陀佛的名號 講得白話一點 佛號就是佛的名字 我們現在念著佛的名 那佛怎麼會不知道呢? 如果說你天天念佛 佛還不知道的話 那阿彌陀佛不就耳聾了? 所以善偶大師才說 我們念佛跟阿彌陀佛是沒有距離的 是非常靠近的 是近遠 就是你念佛的當下 阿彌陀佛現在當下就感應 回不回向 念佛照樣過來 近遠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不是念佛的 你是動修西修的人 就不是了 動修西修的人 跟阿彌陀佛就很遙遠 沒有這個近遠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經奏 它並不是阿彌陀佛的名號 譬如說 今天我們念藥師佛 那藥師佛並不是阿彌陀佛的名號啊 那你怎麼可能可以感到阿彌陀佛呢? 就好像說 今天如果我們要找小明 就我們打電話給小花 那小明又怎麼會知道我們要找他呢? 對不對? 是動修西修的人 一定要經過回向 他不回向就是不行 但是 雖然說可以回向 但是 畢竟是跟阿彌陀佛很疏遠的 因為你還要回向 就是你在繞路了 你看 念佛是不用回向的 一旦念佛 直接就感應阿彌陀佛 所以就跟阿彌陀佛很親近 但是如果說 你是修其他經奏的 還要經過回向 跟阿彌陀佛的關係 相對來說就比較遙遠了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來比喻念佛跟其他經奏的不同 念佛其實就是直飛的飛機 那你修其他的經奏來回向淨土 是轉機的飛機 念佛之所以是直飛 是因為佛號 那是阿彌陀佛的名 你一念佛 阿彌陀佛就硬 當然 我們講念佛是直飛的 因為它是直通到阿彌陀佛那裡的 但如果說 今天你是修其他經奏的 像念地藏王菩薩 念要是佛 修八觀哉 慈大悲咒 這些跟阿彌陀佛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你念這些經奏 其實原本都不是要通極樂世界的 所以它就要多一個動作 就是要回向 還要把方向轉向阿彌陀佛那裡 所以你修其他的 其實就好像轉機一樣 要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回向的動作 那各位請問 是直飛的飛機比較近 還是轉機的飛機比較近呢? 當然是直飛的嘛 對不對? 所以善導大師才說 念佛是靜緣 跟阿彌陀佛很親近 而修其他的 反而跟阿彌陀佛很疏遠 就是這個道理 這樣能夠聽得明白嗎? 很簡單的啊 你用坐飛機來說 念佛跟修其他的有什麼不同 就比較容易了 所以就於念佛人 跟阿彌陀佛有這個禁緣 所以佛光就攝取不捨 那許他法門因為疏遠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阿彌陀佛 佛光的攝取不捨 再來第三 善導大師說 念佛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還有這個真上緣 這又是其他經咒 別的法門所沒有的 其他法門 經咒 你修其他的 當然有自己的好處 但是它就是沒有阿彌陀佛真上緣的好處 真上緣 那是什麼東西呢? 真上緣 如果簡單來說 就是有靠山的意識 就是唯有念佛的 才有阿彌陀佛 作為特別真上緣的靠山 這是其他經咒所沒有的 我們一般說 有靠山都是比較好的啊 是不是? 每次呢 你看 我們在社會上 如果說 你今天遇到什麼問題了 我們都要去拜託什麼議員 大人物的 對不對? 為什麼要去拜託他們呢? 因為有這些靠山 你很多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能夠解決了 靠山就是有這樣子的好處 也就是說 我們念佛人 如果說有什麼業障 自己沒有辦法解決 要往生極樂世界 感覺自己無力修行 但是 都不要緊 因為有阿彌陀佛 做我們的靠山 做我們的真上緣 那你消業障 往生淨土的事情 阿彌陀佛這個大靠山 可以說 全部都可以給我們搞定 所以善吾大師就說 念佛真上緣的好處就是 眾生稱願 集出多劫罪 就是我們念佛的當下 就能夠消掉多生多劫以來的罪業 我們看 經論裡面就是有提到 如果說有一個人 他曾經誹謗過佛法 這個大罪業 其實會讓他墮落在三惡道裡面 無量劫都出不來 這是他惡心感召的結果 就業障太重了 那由於說 這個業障特別的重 所以 其他一般的經重 根本是沒有辦法幫他滅罪的 有一句成語叫做 杯水車星 就發生火災了 但是一杯水 卻是沒有辦法滅火的 但是沒有想到 也是不可思議的事 當這個人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他這些業障 當下就消掉了 本來這些業障 其他經重是消不掉的 結果他一念南無阿彌陀佛 就消掉了 就能夠往生淨土 不但不會墮落地獄 反而能夠從最惡劣的阿比地獄 轉生到最美好的極樂世界 這就是證明 念佛法門跟其他法門不同的地方 佛在觀經講得更清楚 佛就說 在觀經裡面有講到 誦經最多能夠消掉千劫的罪業 但是念佛能夠消掉一劫生死的罪 生死的罪一消 其實是所有生生世世的罪就消掉了 修別的法門是有數量的功德 你看 最多是消掉千劫的罪業而已 但是你看念佛 佛說是消掉無量劫 一劫的生死罪 生死罪其實是無量劫的 就念了佛 罪統統都能夠消 而且 阿彌陀佛來的時候 他就只有讚嘆念佛 他不讚嘆別的 看觀經寫的 一路稱佛名故 諸罪消滅 我來迎入 我們看 佛沒有讚嘆他的誦經 就只有讚嘆他的念佛 就因為凡是佛號一出 其他的就比不上了 阿彌陀佛就看到佛號而已 所以沒有說修其他的不好 修其他的也是有好處的 還是能夠消掉千劫的罪 但是始終比不上念佛的簡單殊勝 給你想想看 誦經其實也是要誦很久的 通常一個小時 甚至幾個小時都有 但是你念佛一生就超越了 所以在簡單殊勝的方面來說 是其他精咒的比不上的 要問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念佛有阿彌陀佛的真上緣 由阿彌陀佛 佛中之王的大靠山 自然念佛的效果就超越其他的精咒太多了 這就是念佛跟其他法門不同的地方 在古代有記載這樣子的一個公案 是很特別的 當時有一位豐臣女子是非常的奇特 她奇特的地方是因為她嘴巴一張開 就有發出蓮花的香味 各位 你們聽清楚 她一張開嘴巴就發出蓮花的香味 你們現在試試看 張開嘴巴聞一聞 你就知道是什麼味道了 但你千萬不要現在試 你現在試 你隔壁的人聞到可能會暈倒 因為我被拔的是臭味 尤其剛吃完東西的 哇 那個臭味是惡氣熏天的 但是這位女子不是 她是口出蓮花香味 就非常的奇特 但我們講世間的事情 總是有前因後果的嘛 她有這樣子特別的嘴巴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結果還是真的 當時有位神童的人就看到這位女子 她前世是一位出家人 而且還是一位誦經誦了30年的出家人 所以她在這一生 嘴巴會出蓮花的香味 因為她前世誦經太多太久了 雖然到了現在 嘴巴自然有這個香味 但是一般人 可能聽到就會懷疑啦 怎麼前世誦經30年的出家人 現在轉世會變成封城女子呢? 各位 如果今天聽到這樣子的事情 你會相信嗎? 你肯定是半信半疑的 那個人就說 好吧 你不相信我講的是吧? 那我們現在試試看 現在就拿那本 她前世送了30年的經書 給這位女子讀讀看就知道了 不過 事先先問她 你有沒有學過佛 有沒有送過經? 那女子說 我現在在這樣子的環境 我哪裡還能夠送什麼經呢? 就是這輩子 其實都沒有接觸過佛法 沒有接觸過佛經就對了 所以 知道了這個背景以後 現在就拿那一本佛經 給她試試讀一讀看看 結果沒有想到 這位女子竟然把這部經 送得很溜 好像之前 她已經讀過千萬遍一樣 因為聽她誦經 就送得很順暢啊 各位 如果說我們一般人 第一次誦經會怎麼樣? 哇 肯定卡卡的 不好聽的 對不對? 甚至會問說 哎呦 這個字怎麼讀啊? 那個字又怎麼讀的? 這一般人 你看 都是這樣 但是 這位女子 她第一次讀經 竟然能夠讀得這麼順 一字不漏 一字不錯的 全部把它讀完 這就是前世代來的 好像有聽說 這個貝多芬 我們大音樂家貝多芬 她在試睡的時候 就可以彈感情的作曲 我們普通人 你看試睡能夠做什麼? 試睡只會玩玩具啊 所以這些 都是前世帶來的 要不然 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那位女子 就是這樣 因為前世有30年誦經的經驗 就太熟悉了 所以到了這一世 她還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所以這一生 還有一個可以發出蓮花香味的嘴巴 聽起來 就是很不可思議 但是 如果說我們再想深一點 古人就說 其實這個故事是很可惜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 她前世不是念佛的 如果說當時 前世是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話 那早就在前世 就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就成佛菩薩去了 不至於到了現在 還在輪迴 甚至已經轉變成一位豐臣女子 就因為前世不是念佛的 是修別的 修別的法門 當然也有好處 能夠消業障 增加一些福報 所以你看 她這一世 嘴巴就是可以發出蓮花的香味 就前世這個學佛所帶來的 但是 其他法門的標準 如果說你要解脫輪迴 要求是要斷煩惱的 你煩惱不斷 就不能從輪迴當中解脫 既然不能從輪迴當中解脫 你在輪迴當中 修得再多 只能換來一點點的福報而已 如果說煩惱業力一千 就墮落 變成這個樣子 到了現在 還在這個輪迴裡面 所以古人說 真的太可惜了 那剛好在同一個時代 有位老婆婆 老婆婆的情況就不同了 老婆婆不像剛才那位出家人 文化這麼好 可以認識這麼多日 可以誦經 因為這老婆婆 她是呆頭呆腦的 她自然都不認識一個 講話也不大清楚 所以她在社會上 只能當苦力 就幫人家當庸人而立 苦力活 當時就因為她這種什麼都不會的情況 所以她平常做事的時候 就是一直念南無阿彌陀佛 那什麼都不會 就是一直只會念佛 她做事當中就念佛嘛 她到了晚年 72歲 這位老婆婆生病的時候 倒在病床上 結果有一天 她突然就念到這首祭語 讀一遍 這位阿婆說 西方一路好修行 上無條 領下無坑 去時不用著邪襪 腳踏蓮花 步步生 所以各位 這首祭語好不好 很好啊 這首祭語又有意思 又好懂 又押韻的 我們平常懂中文字 懂懂東西的 都還講不出這麼好的祭語 對不對? 你能想像這是72歲 姨子都不認識的老太婆 生病 躺在病床上念出來的祭語嗎? 還是念佛的祭語啊? 你看 就幾個字幾個句的串在一起的 不是普通的造句 那我們說 這肯定是阿彌陀佛加持的 那老伯伯講出來以後 大家聽了 覺得很好 就問說 請問這首祭語是誰做的呢? 是哪位高僧大德寫的啊? 老伯伯就說 哪裡是什麼高僧大德? 是我老太婆做的 本來大家還不相信啊 因為 一個又病又老的老太婆 能夠做出什麼祭語呢? 不過老婆婆是說 其實我是要往生極樂世界了 所以才做這首祭語的 那大家聽了就好奇了 就說 你什麼時候要走的? 老婆婆說 是某月某日幾點 就清清楚楚跟大家說 阿彌陀佛什麼時候來接她 不過 當時大家聽了都搖頭偷笑 就說 這老太婆大概病到糊塗亂講話了 就說 你這種人啊 怎麼可能有這種阿彌陀佛來通知的呢? 你都不是出家人 修心人啊 也不是什麼高僧大德啊 而且你平常 連字都不認識 連佛經的都不懂 就叫你念佛能夠往生 而且阿彌陀佛來通知你 但是 誰都沒有想到 老婆婆真的就在當天 往生淨土了 所以各位 這就是阿彌陀佛願力爭上緣的不可思議 一個 只有念阿彌陀佛的老太婆 這輩子 就往生淨土 解脫 成佛了 所以 其他法門講修行 怎麼能夠跟念佛來比較呢? 各位 我們看 古人引用的這兩個古代的故事 一個是出家 一個是在家 一個是出家為佛們做事情的 一個是在家 只會掃地麻窗 一個是誦經三十年有文化的 一個是一字都不認識 只會念南無阿彌陀佛的 但是 你看最後 那位出家誦經的 反而不如沒有出家修行 只會念佛的老太婆 因為老太婆現在在極樂世界 已經成佛菩薩了 而那位誦經的出家人 反而在輪迴裡面 變成封城女子 現在都還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你看這個結果 太讓人家驚訝了 因為差得太多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就是善導大師所講的 念南無阿彌陀佛 他是特別有阿彌陀佛真上元作為靠山 這是其他法門所沒有的利益 念佛有阿彌陀佛的靠山 其他沒有 這樣當然 其他的就不能夠跟念佛來比較了 就好像你走路跟坐船一樣啊 你走路再厲害 都比不上坐船還是坐飛機的快的 那就算其他法門有其他佛菩薩的加持力 但是遠遠不如這個阿彌陀佛的 為什麼? 應該是善導大師說的 眾生稱念 極處多結罪 名譽忠實 佛義盛眾 自來迎接 諸邪業系 無能愛者 故名增上元業 這就是念佛法門特別的地方 因為念佛 可以消除生生世世的罪業 而且 阿彌陀佛會自自然然 在我們念佛人 靈命中的時候來迎接我們 你看 自來迎接的自就是自然的意識 不假造作的 不用我們去求道 半死不活的 而是阿彌陀佛 祂親自 主動 自然 自動 來迎接我們念佛人 如果今天你修修別的法門 當然就沒有這樣子的利益了 我們看 剛才這個誦經30年 沒有念佛的出家人 就沒有阿彌陀佛的迎接嘛 如果說 你要阿彌陀佛的話 這些雜羞的人 就是要經過迴向 要求阿彌陀佛來加持接引 才會有這個感應 他不像這個念佛人 尚老大師說的 如果說是念佛人的話 阿彌陀佛 他是自動來迎接的 不用求的 是佛與聖眾自來迎接 就自動來接引的 所以念佛 是阿彌陀佛來找我們的 而修別的法門 是自己去找阿彌陀佛的 那各位 你想想看 這哪個容易呢? 我們去找阿彌陀佛容易 還是阿彌陀佛來找我們容易? 好像說 我們現在去找總理容易 還是總理來找我們比較容易? 哪個容易呢? 當然 是總理來找我們 就容易的太多了 我們是普通人啊 你想想看 普通人要自己去找總理多難呢? 你一輩子可能一次都沒有機會能夠找得到 但是如果總理親自來到我們的家來找我們的話 那就容易的太多了 這肯定是100%決定能夠成功的 所以念佛100%能夠成就就是這樣 因為是佛與聖眾自來迎接 是阿彌陀佛親自 主動 自動來迎接我們的 要知道 念佛有阿彌陀佛自然來加持的利益 那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你看 善寶大師最後講的 是諸邪業系無能愛者 就不管我們念佛人 還是一個凡夫人 有可能有種種的煩惱 邪見 業力 但始終不會障礙阿彌陀佛來接應加持我們 剛才講的這個老婆婆念佛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例子 各位我們看 老婆婆沒有出家修行 她有障礙嗎?沒有障礙 她最後又老又病 有障礙嗎? 還是沒有障礙 是善寶大師講的 諸邪業系無能愛者 任何業障都不會障礙阿彌陀佛的救度的 就好像剛才老婆婆寄禦自己說的 念佛的路是沒有坑洞的 沒有困難的 甚至也不用準備 只要你每天念佛就行了 這就是有阿彌陀佛作為靠山 真上緣的不可思議 但如果說 今天是其他法門來講 在其他法門 如果說你還有煩惱 業障太重 你肯定過不了關 你看 剛才修其他法門的 修了30年的出家人 最後就是有煩惱業力 現前被拖著去輪迴的 所以想到這裡 我們講我們頭腦稍微清楚的人 肯定會選擇念佛啦 是不是 各位? 人家出家30年修行 靠自己修行都不能成就 而且人家還是古代的 但是我們現在是現代人 各位 現代人的心 還是心浮氣躁的 每天還是忙忙碌碌的過生活 都沒有出家 那我們憑什麼說 我們自己可以超越這些古代的出家人呢? 現代的人先不用講什麼修行 單單你給他一個手機電話就可以把他弄死了 你看 現代人有什麼? Facebook啦 WhatsApp啦 YouTube的 這些上網幾乎都不用錢的 所以他們就一直上 聽佛法 半個小時打瞌睡了 但是看手機 玩電腦 半夜都可以不用睡了 這種 你不用講修30年啦 這一種情況 你給他修300年都沒有用啊 還是念佛 有阿彌陀佛 作為靠山還是比較好 因為阿彌陀佛都保證了 就算是凡夫念佛 凡夫念佛 煩惱沒有斷 甚至業障习器中 照樣成就 因為諸邪業系 無能愛者 阿彌陀佛能夠保證的 所以最後 善導大師給我們總結 自於重行 雖明是善 若比念佛者 全非比教也 事故諸經中 處處廣佔念佛功能 就是因為念佛有跟阿彌陀佛 親緣 淨緣 真上緣 所以其他法門 再好也好 通通都比不上念佛的好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佛門裡面的經典 常常都會看到 讚嘆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功德作用 就因為這樣 所以阿彌陀佛的佛光 他才會對念佛人永遠的攝取不捨 這是其他經奏 其他法門所沒有的利益 所以這是今天學習到 阿彌陀佛佛光的功能 佛說 阿彌陀佛的佛光唯有攝取念佛人 為什麼只有攝取念佛 不攝取其他法門的人呢? 善導大師說出三個原因 第一 是親緣 因為我們念佛人整天專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自然跟阿彌陀佛很親 東修西修的人 整天他所信仰的 所修的 都不是跟阿彌陀佛有關係的佛法 自然跟阿彌陀佛很疏遠 那第二 是淨緣 因為我們念佛人跟阿彌陀佛很近 因為一念佛的話 阿彌陀佛就現前 但是修其他經驟的人 還要經過迴向 所以就跟阿彌陀佛有距離 很疏遠 第三 是身上緣 就念南無阿彌陀佛有阿彌陀佛作為靠山 念佛可以滅生死的罪 這又是其他法門靠自己修行所沒有的 所以總結來說 就是念佛人跟阿彌陀佛太有緣了 有親緣 近緣 真上緣 東修西修的人 反而跟阿彌陀佛的緣分很疏遠 所以阿彌陀佛的佛光只有攝取念佛人 沒有攝取其他法門的人 就是這個道理 那結束之前 我把今天的法語先讀一遍好了 有些是結錄的法語 也是善寮大師的法語 問曰 必修眾行 但能迴向 皆得往生 何以佛光普照 為是念佛者 有何益也 答曰 持有三意 一名清緣 二名淨緣 三名真上緣 眾生稱念 極出多結罪 名譽忠實 佛以慎重 自來迎接 諸邪業系 無能愛者 故眠真上緣也 至於眾行 雖明是善 若比念佛者 全非比教也 事故諸經中 處處廣善 念佛功能 如《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 為名專念彌名號得生 又如彌陀經中 一日其日 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又十方橫沙諸佛 正成不虛也 又此經定閃文中 為標專念名號得生 此列非一也 好 那我今天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繼續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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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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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玉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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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玉阿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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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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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